所以我们在这一层我先增加一个透明的涂层 新增涂层在这边 等于这里就空白的 我们可以用油漆桶倒一个颜色进来吧 或者你用渐层也可以 假设我用渐层 那么 我直接用油漆桶倒颜色就好了 我就来选一个 比较接近的 先选摄像从这边来选 对不对紫色在这边好OK确定 如果你直接倒进去那当然就全部都填满了 那我现在是希望它有点半透明 在这边半透明这边是完全透明 所以说我们有学过哪个功能可以这样做 这个 有没有学过 这个就是涂层折射片对不对 涂层折射片目的是要决定透明度 所以我从这边 按一个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填漸层 还记不记得我们做那个 紧身的那个动作 所以都一样的 你在这边 颜色 第一个颜色我的第一个颜色是白色 白色代表什么 不透明 黑色是不是代表透明 好所以我可以从这边 因为我现在要很远 所以我就把它拉远一点点 我的那个范围 你可以从这边拉那么一点点就好了 那么渐层就会在这个范围而已 有看到吗 当然你的方向怎么样没关系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太深 你可以调整一个 如果不调整这个渐层 我们就调整透明度可以吧 这样OK吗 嗯好换你咯 这个动作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其实它有很多做法 我的做法步骤有比较多 只是说因为各位刚好这几个学过 那刚有几个同学是遇到这样 这个颜色刚好跟我颠倒 因为他可能选到这一个 有没有 我刚是白色到黑色 你是黑色到白色 如果你刚好里面没有的 其实你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反向 反向就是什么 这两个颜色交换 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交换 这样OK吗 两个对调就对 叫反向 A跟B交换 所以这看你自己 那我们再来看咯 再来 你要想办法把时钟拿过来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子 直接丢过来 那么很显然的 它就在这边给你很难看了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抓 你要怎么弄 其实以前我们有学过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还记得吗 你看你滑过去 应该有吧 没有出现了 这个叫涂层的浑色模式 我记得课本里面有 椭圆形套锁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会想要用魔术棒 因为我知道白色比较好选 没有你要看情形啦 看情形啦 如果当然如果你愿意用这个我是最高兴的 哈哈哈哈 因为你愿意练习钢笔工具嘛 但是像这来讲 当然你可以用魔术棒 容许范围越大 所以如果你点看看 它会跑到里面去的 可能你那个数值就要调小一点 预设是32 那因为上次我有调过辨识了 他记得 这样子选到的是什么 我不要的对不对 所以你要来做一个反转 这样才能够选到我要的 好OK我们就把它拷贝下来 这个时候我再贴过来 这一层我就不要把它丢掉 把它贴上 反正你贴上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的涂层 对不对 好自动产生新的涂层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针对这一层 大小你可以自己调整 比如说你要用覆盖啦 有没有 其实这几个你可以看看覆盖啦柔光啦 柔光会比较接近我们这边的 他这边我忘记是用什么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太深 不要忘记整个涂层你是不是可以做 对不对 如果你是针对整个涂层的 第二个如果你针对局部的 比如说我这边不希望看得那么清楚 你要用哪个工具 刚刚用的那一种 叫做涂层这色片 你看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调整局部的 如果用上面就是整个涂层一起改变透明度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 反正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你用哪一个没有关系 那你看到所谓的正常就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就放在你上面 我就放你上面 那么如果你也用混色模式 这个涂层就会跟下面产生关系 跟上面没有关系 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它会跟下面做混合 了解 好 那现在就剩打字 打字我们现在都会啊 你要用什么颜色的青菜梨啊 如果你不知道要用什么颜色 你想要跟它一样滴管有没有 你看我们原本在里面是不是在选 你移到外面是不是就变滴管 就可以去滴萤幕上的颜色 好 萤幕上的颜色好滴一下 好 假设它是用这个颜色好 确定 好 那我就点下去了 2007 好 把它自行 因为这是英文字嘛 所以就还好 那 它现在 总算比较进步了 Photoshop 7.0 包含7.0之前 看不到预览的这种图 所以你都必须要知道那个字是什么 那现在就跟Word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粗的 好 我选好了 那这里有一个 你稍微注意一下 上次有同学问 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就是这边它不是 我们现在预设这里不是用锐利的吗 那 这个到底是差在哪里 我把字先变大一点 诶 字超过的话你就自己直接这边打就好了 如果说你现在用这一种的 我先打个勾 我把那个 字再变大一点 你来看 应该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用黑色的字好了 记得哦 黑色一定要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 确认大家都是0 RGB都行 这样才是黑色哦 你卖大概而已哦 你看我如果 我先用5给你看 有没有发现这个会有巨石状 有点像我们那种点阵字那种感觉 那么如果你是平滑 我们先把这个显示比例放到更大一点 你来看应该就会比较轻的 有没有 那如果我把它射到平滑 有没有真的比较平滑 有没有真的比较平滑 那你发现主要差别在哪 在这边 有没有发现当我射平滑的时候 其实它会加很多不是黑色的部分进来 有发现吗 你看如果是这种平的就是垂直或水平的 那没有问题一定是整条都是黑色的 可是如果你有角度的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没有加现在这种旁边这样小小一块灰色的 它会看起来像什么 起起来 因为我们的字其实在荧幕上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堆起来 所以如果说你的 你希望它字看起来比较平滑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加进来 就是这个 那么平滑或强烈这个就会更多 好就更多一点 那这个你可以参考 不过一般如果说你要用在网页上的话 网页上的话我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 你看像这个都是 这些都是字这些都是字 这些都是字我回到首页好了 你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说 什么时候要用有平滑 什么时候要用没有平滑就有差 好你看一下这种 你看这个字 这个其实已经是土了 这种已经是土 那这个字 例如说 除了它有阴影之外 它有一点点 看这个好了 看这个比较准 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有没有很锐利 你跟这边来比看看 这种 或者是这种标题字 有没有发现锐利度不一样 有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网页上的字 如果是字的话 它就会像这样子这么锐利 这都是字哦 了解意思吗 这都是字 会像这样 那如果你是图片的 假设你没有拿掉那个锐利 我们刚刚那个那个 就是程度 你没有设五的话 它就会像这样子 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 立体 也就是说那个边缘没那么力 所以如果说 今天你要做网页的 假设你的字 请问博页的预设的字 多大 你在office里面 打字预设的字是多大 12对不对 请问单位是什么 不是起来休息一下 单位是什么 12嘛 对不对 好像大家不管单位 12 12 单位 其实这个单位就是点 就是我们刚在photoshop 用的那个点 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 这个字 如果你今天你在网页上的字 预设你如果都不调大小 它的12的字差不多是多大 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大 握的一打出来 差不多跟这字一样大 那么下面这个是多大的字 差不多10 对 差不多10 10或9 10或9 那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的字 在网页上的字 是小于12的 小于12的 你看这里 网页搜寻 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一个图 这是一个图 那 如果说你在这边 你要像他 你有发现他字也是很锐利 看起来像 像是真的字 有没有 真的网页的字 所以说 你要这么锐利 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5 选起来 就是这里啊 如果你要打字是比较小的 我们会建议各位你的这个 这个大小 今天如果我的字小于12的话 你看 比如说我就用12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 你要用在网页上 我就会建议你把它变成5就好了 因为这样子就会看得很清楚 好 这就会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加上这个 会看起来像 5 你看我先打个勾 你看一下 这样各位看不太清楚 这样 然后我复制一个 给你做参考 拉出来 这一个呢 我来设 5 也会发现不一样 你如果是10 10的点 等于说你越小的字 其实它并不需要补那些东西 越小的字 就不用补那些东西 你看用area的字形 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很清楚 那如果是左边这一个 好 我现在针对这个 一样是10点 跟字形也会有相关系 这个我把它用强烈的 你觉得哪一个字会比较清楚 是不是右手边这个会比较清楚 了解 小字的话 我们建议你不要开那个什么 开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功能 公开库的话 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功能 这叫做反锯齿状 反 nt 反锯齿状 也就是说 这个有用的话 它就会自动办法补那个边 那看起来就不会这样锯齿 可是因为字很小的时候 你补那个进来 反而是怎样 化蛇天主 这样了解意思吗 它效果反而就差 大字要补小字不补 那你了解了 好 讲了那么多 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好 我们上课会尽量用一些成语 开开玩笑 那这个我用60 好 OK 那么 我们来这边怎么样把它变成那个什么 有浮雕的字 从这边 诶 我们有用过笔画了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浮雕 点一下就有了 不过你要做浮雕效果一般都是怎么样 找字比较粗的 我现在这个字比较稀一点效果就比较差 效果就比较差 这个 我先让你确定一下 我找粗一点的 Age的Blake这个会比较粗 好 有没有效果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你在这边 这个浮雕有分 它里面有很多种 我们预设的就是这个 内斜角 那如果是外斜角 有没有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样式不 这边或者是浮雕 这个就是课本 我们刚刚那个范例用的 这种效果 然后呢 疹状浮雕 有的你会看到吗 有这种类似的 笔画 这个在这边就比较看不出来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咯 我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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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到